午安你好 欢迎收看9月27号的台式五间新闻 我是书凯文 国道3号北上通宵路段发生了惊悚车祸 一辆货柜车遭到后方拖板车追撞 失控冲向中央分隔岛当场侧翻 还压上了分隔岛往前再滑行掐出大量火花 最后横岛在国道上造成交通全线封闭 车流回堵约3公里 拖板车高速冲撞前方货柜车猛烈撞击地道 造成货柜车当场失控甩尾横跨三个车道 还撞向中央分隔岛侧翻 更压上分隔岛往前滑行超过50公尺 喷溅大量火花 后方小货车驾驶目击惊悚车货 瞬间简直吓坏急忙刹车才避免坠撞上去 我先下车啦 东西一定会有人帮你找到的 不用再关心 他说他的手机 全都挖在那边 遭壮的货柜车驾驶一度受困车内头部受到撕裂伤 还好意识清楚获救以后 仍急着要找自己的物品 这起车祸就发生在24号深夜 一辆托板车行经国道3号北上 148.9公里通道路段 意外追撞前方货柜车 这一转货柜车翻覆横倒在国道上 造成全线封闭 救护车无法顺利通过 那救护人员警靠着要穿越路间绕过去 国道无法通行 车流回堵三公里 苗栗消防局也加派救护车 逆向斗场顺利把伤患送医治疗 还好没有生命危险 至于事故发生原因 国道原警指出 不排除是肇事的托板车驾驶谎神 没注意前方路况酿货 而这宛如电影场景般的撞击瞬间 也让人看了 惊吓连连 解商心结苗栗 葬到